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最为积极的英国遭到来自盟友的暴击 一名美国将军私下告诉英国国防大臣本华来世 英国军队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更糟糕的是 英国还在将本国为数不多的先进装备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乌克兰 俄罗斯方面由此嘲讽称 援助乌克兰正让英国军队走向崩溃 英国军队到底有多惨呢 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称 按照这名美国将军的说法 全球算得上顶级作战力量的国家为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法国 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被归入第二体队 英国勉强算是第二体队 这个排名或许与很多人心目中的固有印象不同 现代德国联邦国防军早已不复当年 之前的相关报告称 德军五倍松懈 现役战斗机 护卫舰和坦克大部分都无法出动 一度还有40%的德军士兵体重超标 人称联邦肥宅 至于意大利军队马 二战中的种种拙劣表现更不用多说 英军好歹也是老牌海洋霸主 怎么能落到连德意都不如的地步了 但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 现在英军的情况就有这么糟糕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陆军 英国议会国防特别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抱怨说 尽管20年来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英国军队的状况仍非常糟糕 地面作战的主要组成是坦克装甲车和侦察车 我们有挑战者二坦克 勇士步兵战车和弯刀侦察车 但他们分别服役了20年30年和50年 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现代化升级 英国海军也好不到哪里 去年8月英国刚服役不久的威尔士青王号航母 出海准备参加与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事演习 结果半路就发生故障 只能被拖回港口 另一艘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也没好多少 漏水事故是加成便饭 至于说其他英国驱逐舰和护卫舰 英国媒体近年披露 他们半数以上在港口趴卧的情况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2019年英媒还爆料称 英国空军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军机无法上天 天空新闻电视台也承认了英军面临的更多困境 如果被要求战斗 英国武装部队将在几天内耗尽弹药 英国缺乏防控能力 无法抵御乌克兰遭受的同等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更糟糕的是 为了援助乌克兰 英国军队需要向乌克兰提供大部分剩余的武器和弹药 这进一步增加了压力 今年1月16日 华莱士宣布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装备 其中包括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 30门AS90型自行火炮 100辆装甲车 数十架无人机 以及数百枚更先进的导弹等 俄美称 英军这种情况是由于该国出于财政压力 而有计划的削减武中力量 以及英国过度支持乌克兰造成的 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国家引入了死胡同 将所有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交给了乌克兰 却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替代品 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阿尔塔莫夫成 英军也有一小部分不错的武器装备 包括星光防空导弹 但英国正将这些或先进或落后的现役装备提供给乌克兰 如今英国自己无力制造第五代战机 也没有性能良好的火炮 没有自己的航天发射场 英军虽然拥有海军陆战队 但只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能执行作战行动 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英国核武器的代码都掌握在华盛顿手里 按照阿尔塔莫诺夫的说法 英国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军事公司之一 G4S公司 它是全球第二大私营安保公司 拥有数十万股员 规模比仅有7.6万人的英国军队大得多 德国《每日进报》报道称 英军去年有1.6万名军人退役 这是6年来的最高数字 却只有1.2万人入伍 比上一年减少了约5000人 许多英国军人抱怨工资低和生活条件差 英军预备役也面临着人员短缺问题 现在只有2.5万人 还差5000人才能达到目标 不过俄军事专家瓦西·李丹德金认为 英军的情况并非那么不堪 他表示英国仍有一支可观的核潜艇舰队 英国军队本身的规模不是很大 但他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这是与美国人共同行动的结果 另外别忘了 目前英国是培训乌克兰军人最多的国家